赤对你的肤质有一个 Machillage这个牌子的 好像叫新鸡吧 哎呀溜溜 哈喽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期爱用品视频 然后我好像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给大家录过爱用品了 这段时间也攒了一框 自己用起来比较喜欢的产品 就想说在今天这支视频里面跟你们一起分享一下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这次的爱用品视频里面呢 彩妆类的产品比较多 那我就按照上妆的顺序开始讲 首先是一个防晒霜 这个防晒霜比较特别的一点呢 就是它有润色的效果 其实涂上脸呢 跟素颜霜的效果差不多 之前素颜霜呢 我也试过几款 但是用下来都不是很喜欢 遮瑕力度又不够 然后上脸呢 又有一些假白 但是肤袖生的这款呢 我很喜欢 就是它上脸会让你的肤色有一个提亮的效果 而且均匀肤色的效果也非常好 另外呢 就是它的那个质感比较特别 它上脸有一种粉雾的感觉 就不像是一般的素颜霜 上脸之后有一种油油亮亮的感觉 然后它的缺点呢 就是如果你把它当成防晒霜来用的话 你的用量可能达不到一个防晒霜应该有的用量 因为它是有那个润色效果的 所以说你不可能在脸上涂太多 如果你是那种皮肤状态不错 然后出门又懒得化妆的话 我觉得你就可以直接涂这一支产品就够了 Makiyash这个牌子 就是好像叫星基 它是一个毛孔填补类的妆前乳 它毛孔填补的效果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我觉得它比我之前用过的Smashbox的贝林飞的那个毛孔打底 都要更有效一些 涂这个妆前乳的时候一定要用手指要垂直的这样去按压 这样子的毛孔遮瑕的效果是最好的 涂完之后你会明显的感觉你的毛孔变平滑了 而且它还有一个哑光的效果 你们看我买了其实没多久 但是我用了很多了 几乎每天上妆之前都会用到它 你涂了它之后再上底妆产品 那个毛孔的遮盖力大概从五成提高到八成 但是唯一一个缺点就是它是一个种罐子的这种包装 像我是用手指涂抹嘛 我觉得不太卫生 而且它这个罐子很容易落灰 不过从另一方面讲 它这个包装小巧 带出去也蛮方便的 我最近其实买了蛮多底妆类的产品的 那我这次想讲的就是这三样是之前没有在视频里面出现过的 首先第一个呢 它也是一个润色湿底乳 First Aid Beauty这个牌子的 首先它这个质地挤出来的是没什么流动性的 就是有点像乳霜的感觉 非常非常好推开 我一般涂它的话 我直接用手这样子去推开 然后它跟皮肤的融合效果特别好 粉质也很细腻 但是它的缺点呢 它完全没有任何提亮你肤色的效果 而且它的遮瑕力几乎为零吧 它会对你的肤质有一个改善 但是呢不会说遮盖你皮肤上的瑕疵 不过润色湿底乳的通病都是这样 就是遮瑕力比较低 但是我觉得它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色号的选择 关键是我已经买的是最白色了 还是没有任何提亮的效果 你看我这边是涂过 然后这边是没涂过 但是我很喜欢那一点就是 一整天下来它不会脱妆 不会浮粉 不会卡粉 哈喽大家 今天我的底妆呢 用的是First Aid的润色湿底乳 我现在是大妆八小时 而且中途没有补过妆 就嘴巴可能稍微补了一下地 妆的妆效还是比较完整的 面颊这块有稍稍的出油之外 其他的整体看上去还是挺好看的 就没有说什么脱妆啊 或者是卡粉啊之类卡纹啊 眼下都没有 那我用下来呢 我就总结出了一个使用方法 Asses的All About Matte这个粉饼 我会用一个这样子的粉铺 然后占取这个粉饼 拍在已经涂过那个润色湿底乳的地方 因为它这个粉饼是有一点点偏白的 就有一个提亮的效果 而且它还可以顺便定妆 被微博种草的 一个日本的品牌的BB霜 它好像是没分色号的 没有什么流动性的质地 比较稠的这种 蛮好推开的 就稍微有一点点轻微的提亮的效果 它的遮瑕力也是轻度遮瑕 那我不喜欢它的一点呢 就是它完全完全不控油 我一般就是日常通勤使用嘛 下午大概两三点的时候 坐在办公室 你照镜子就会发现满脸油光 尤其是鼻子 偏干肌的话可以尝试 但如果你是混油或者油皮的话 就不要用它了 It Cosmetics的这个CC霜 从两年前吧 就有很多的油管上的博主推荐过 当时就很想买 但是因为手头上有太多粉底类的产品了 就没有买它 我很喜欢的就是它的包装 它是这种塑料管的 然后同时呢 它又有一个泵头 所以你很好去控制它的用量 又很方便携带 买它之前有上网做功课嘛 然后大家就说 它的粉底色号会偏深一点 所以这次呢 就买了这个Fair 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它的这个色号偏灰 我今天脸上涂的就是这一款 它虽然叫CC霜 但是它其实不管是从遮瑕力 持久力 它就是一个偏雾面 雅光感觉的一个粉底 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它是一个CC霜 就会上脸很清透 它不是的 它还有其他色号 我不知道会不会更适合亚洲人一点 虽然刚刚那三个底妆类的产品 不能算是我的爱用品 那我底妆类的爱用品呢 是Makeup Forever的这个粉底 它是一个可以替代底妆来使用的一个粉底 那我的这个色号呢 是Y215 稍微有一丢丢的提亮效果 不是哪个手上有个疤来着 有一个烫伤的疤 用它去遮 你看它自己自带的这个粉铺呢 我觉得也还蛮好用的 就是它一面是这种绒布面 另一面呢是这个白色的毛毛的 我觉得这一面比较好用 然后我今天呢 是用它来定妆 增加一点遮瑕力 然后又会让你的妆容非常持久 而且它的粉质也很细 一些粉妆的产品 它会卡毛孔 或者会很干 我单独用它也完全完全不会觉得干 而且它的包装也很方便 就是有一面这个大镜子 很轻便小巧 然后你们看我今天 就是用它来稍微定了一下妆 然后接下来就是唇部的彩妆和护肤 这个是DHC的润肤膏 然后我的这支是 他们跟Snooby的合作款 我觉得这个包装真的太可爱了 这是我第一次用它加润肤膏 它的膏体就是滋润 它不是假润的那种 它是真的你上嘴之后 你就不会觉得嘴巴很干 像我的话 我就会把它放在我的餐桌上 我平时比如说办公啊 吃完饭啊 嘴巴觉得很干 我就会擦一下它 那接下来呢 就是几支唇膏 我嘴上的这一支就是Mac的316 上支视频和上上支视频 应该都是用的这支唇膏 当时很多人问 给你们做一个手上的试色 它涂在手上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很好看 我大多数的唇膏都是偏红棕掉的 但是这个呢 我觉得它有一点桃子色的感觉 就是上嘴很清透 它虽然是哑光的质地 但是它上嘴没有一点点的负担感 甚至你都不觉得自己擦了唇膏 这个质地我真的太喜欢了 我一般不会涂得太深 算薄涂吧 稍微涂出一点唇部的边缘 有一点嘟嘟唇的感觉 第二支呢 就是我最喜欢的红棕色调的口红 它是这个Roman 这个牌子最近也是很火 它是一个韩国的彩妆师吧 出的一个牌子 之前有人给我在底下留言推荐过这支唇膏 我买的色号是06号 它就是这种典型的红棕色系的口红 当时我收到 然后一打开 这个膏体似曾相识 涂上手势色 我就更觉得熟悉了 跟我之前的这支3CE的Taupe E毛一样 它们的膏体都是那种片慕斯状的 然后上嘴呢 都是有一点点粉雾感的 然后很清透 是Roman的这一支给你们看一看 这种慕斯质地的就是唇部中间点涂一点 然后你把它抿开 就会有一个非常自然的咬唇妆 而且这个颜色就是很显白 黄皮黑皮都适用 接下来要推荐的是两支Shalot Tilbury的唇膏 一支就是大名鼎鼎的Work of Shame 这两个就是比较偏支性一点的那种 这个是Work of Shame 它就是那种豆沙色 就是我一般涂带紫调的口红都会很难看 但这一支很日常很温柔很有气质 然后另一支呢是Viva La Vergara 这两支比起啊我会更喜欢这一支 因为它的颜色会更深一点 它是带一点点棕调的 Shalot Tilbury家的唇膏和质地我也很喜欢 很丝滑很细腻的 它是一个那种长方形的切勉 所以说还蛮好勾勒唇型的 这个是Work of Shame上嘴英国贵妇的感觉 它又很自然 它不是属于那种攻击性很强的颜色 因为我昨天刚好看到Kelly的视频嘛 然后她也推荐了这个颜色 但是我觉得就在我嘴上 跟在她嘴上的颜色好像不太一样 你完全看不出来它的紫调了 也不会卡纹啊显成纹什么的 然后我再来试一下另一支 其实这个包装我没有很喜欢 它上面这个黑色的印纹吧 它已经有一点斑驳了 这个包装我觉得还不如 它家常规的包装好看 我当时买这个还蛮早的 我是在Top Beauty上面买的 然后我也没有看任何人推荐 看到这个颜色的试色 我觉得很喜欢 我就买了 这是第二个颜色 我觉得其实两个颜色蛮像的 但是这个颜色 棕调更重一点 更复古一点 反而在镜头里面 看起来没什么差别 这两支唇膏的质地是一样的 都是那种很丝滑 你在后涂的时候 也不会感觉那个边界 很生硬很明显 真的很好看 而且我每次涂它下唇膏的时候 会一直这样 一直反复的涂 因为真的太丝滑了 那种贵妇级的触感 最后再给你们看一下试色 对比一下 这个是MAC的316 这个是Romaine的6号 然后这个是Walk Up Shame 这个是Viva La Vergara 都很好看 这几个颜色都可以满 你看我现在换了一个唇色 感觉跟一开始 气质都不一样了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推荐的呢 是两款面膜 都是我最近才收到 然后又下来非常喜欢的 第一个是美极的这个奶皮面膜 这个我在上一支开销视频里面 有跟大家介绍过 我当时买它 就是因为它这个名字嘛 它叫奶皮面膜 听这个名字上去 就感觉会很好吃的感觉 用下来呢 我也还蛮喜欢的 它真的有淡淡的奶糖的味道 就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闻 但是也还不错 然后它的面膜纸呢 是非常非常薄的那种 也很贴肤 然后你洗掉之后 会感觉皮肤嫩嫩的 柔柔花花的 我当时88做活动 买好像才40多吧 5片 我觉得价格也算是比较实惠 比较划算的 那另一个呢 就是AG的这个抗糖化面膜 其实抗糖化 简单来说就是抗老 那它比较特别的一点 就是它是有分两部的 第一部是一个精华霜 剪完脸之后 先涂这个乳霜 之后再敷这个面膜 效果会更好 它这个乳霜我也很喜欢 就是上脸以后很好吸收 而且涂上之后 你会感觉皮肤润润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再敷面膜 就能把这个精华霜 牢牢的锁住 有效成分就更好地吸收 而且这两款面膜 用上都不是那种 很腻的那种 你敷上之后 还是会觉得皮肤 是可以呼吸的 AG的这款面膜 因为它单价比较高嘛 它的面膜值更加的薄 我是那种 敷面膜超级超级不服贴的人 但是这个面膜 我都不会失手 随便这样子敷上去 它都会很服贴 它还得了什么 COSMO的第一位吧 真的很好用 像这样广州还是很热 出去晒太阳啊 然后出汗啊什么的 皮肤真的很需要补水 然后你们看 我最近皮肤状态 其实还蛮不错的 除了这个二郎神痘之外 跟我积极做这个补水保湿 也有一定的关系 潘婷的这个三分钟发 也是大家给我推荐的 记得是去年双11 还是双12的时候 我囤了很多 因为我最近买了很多 护发素啊 发膜之类的产品 所以说我最近都没有再用它 然后这次我又拿出来用 我真的觉得太好用了 它的效果比我之前用的 什么卡仕的黑钻啊 那个Livingproof的 护发素啊 滋生糖的 Phenol 就是完胜那些 我买的是紫色的这个嘛 就是Total Damage Care 多效修护损伤的那种 它用完之后 会让我的头发 有一个垂坠感 因为我是属于头发 很干枯毛躁 但是用完它之后 我会觉得 我的整个头发 有重量了 那它为什么会有重量 首先它里面含了水分 其次它对它的毛领片损伤 都有一个修复的效果 我觉得如果你是跟我一样 这样卷 或者你是受损发质的话 你的预算又不是说特别高 你就可以首先去尝吃这个饭膜 然后要跟大家推荐的是两样 就是小零食 其中有一样是我现在已经吃完了 我还没有收到 汤姆农场的蜂蜜杏仁 之前在找房子的时候 然后我就在附近的全家买了一袋 吃了以后就欲罢不能 你知道吗 就超级好吃 然后我就去天猫超市上面买了一箱 一箱好像是有十包吧 我们小周大概吃了三天就吃完了 然后这次呢我就有看到它家 其实不仅有蜂蜜杏仁 还有很多新出的其他味道的零食 所以说我又买了一箱回来 哈喽 今天收到了 就是汤姆农场的这个胶油礼盒 终于收到了 我等了超级久了 然后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小袋袋 里面有酒袋 它里面呢有三个口味 中间的这个呢是蜂蜜杏仁 就是我在视频里面跟大家推荐过的那个口味 剩下的两个呢我还没有试过 那我先打开蜂蜜杏仁来给你们看 只要一打开我就停不下了 这一袋很快就会被吃完 这种八蛋木裹吧 然后外面裹了一层甜甜的糖粉 然后它做的很脆 这个超级好吃 接下来这个绿色的 好像是芥末味吧 然后山葵味的扁桃仁 山葵是什么味儿啊 是芥末吗 嗯是芥末味的 它这个芥末味呢 这一般人应该都可以接受的那种芥末味 它不是特别辣的那种 这个也还蛮好吃的 因为我对芥末不是特别的偏爱 所以我觉得它没有蜂蜜性能的那个好吃 第三个应该是辣的 啊火鸡味的 应该用了那个火鸡面的酱吧 这个打开里面是这样的 长得有点像怪味胡豆 很辣耶这个 吃起来也有点像怪味胡豆的味道 还蛮辣的 还可以 但是就没有到特别喜欢的程度 一边说的没有特别喜欢 一边吃到停不下来 三种口味都试完了之后呢 我还是最喜欢蜂蜜杏仁这个味道 而且我每次吃它的时候 会有一种幸福感 另外两个味道呢 就是口味比较清奇一点的 如果你比较喜欢尝试新鲜的东西的话 也可以买来试一下 然后综合考虑的话 我还是最喜欢蜂蜜杏仁的 推荐的第二个零食呢是在我公司附近的那个711买的 它是草莓味的一个薄荷糖 它加这个薄荷糖我之前买过很多茶味的为主嘛 那这次这个草莓味的真的很好吃 它就是有淡淡的那种草莓果香的味道 就感觉嘴里面会很清新 然后又有一点甜甜的果香 那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服饰类的 它是那个MLB的洋鸡队的那个帽子 我买的是一个深蓝色 其实我之前一直都觉得我是一个不适合戴帽子的人 因为我头太大 戴了帽子之后就会显得头更大 而且我的脸型又不是那种瓜子的脸吧 其实显得脸也很大 直到我买了这个帽子 我才发现不是我的问题 是帽子的问题 我一般戴它就是会把头发扎起来 扎一个地马尾 跟我今天穿的衣服可能不太搭 但是它是很显头小的 因为它这个帽子这里比较高 拉长你的脸 让你的脸看起来没那么宽 可能这样看 你们还看不出来差别 我特意拿了一个我之前买的 Topshop的一个棒球帽 这个帽子明显要高一些 那这个帽子呢就比较平 比较扁一些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我戴这个帽子 有点滑稽 就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地方比较窄 其实它有一点卡到我的头 然后它这个帽颜呢 比较平缓的弧形 所以也不会很显脸小 我就觉得戴上呢 就没有深蓝色的这个好看 这个真的显脸小很多 我觉得跟它这个弧度有关 它这个弧度是比较拱的这种 而且很酷 我一般就是穿个T恤 然后配个牛仔裤什么的 我就会戴这个帽子 那以上呢 就是这次的爱用品环节啦 如果你们喜欢看我讲爱用品的话 记得给我这支视频 多多的弹幕评论和点赞 啊我的口红醋呢 铺子伤 OK那我们就下次视频再见了 拜拜